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a真愛 明天就是我們的萬聖節 所以我決定化一個裂口女妝去嚇嚇人 雖然不化妝都已經很夠營業了 首先我們會上這個DD Cream來做我的BASE 上了在你應該上的地方 例如你的臉頰、下巴、鼻子、眼的周圍等等 然後就不停不停主圍 真可憐 總之HUN已經逃到均衡 好,逃到均衡之後 就在我的千年黑眼圈上上一層遮瑕糕 這枝遮瑕糕只是在12港幣購買 然后在上面上 然后呢 又是土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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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均塌 然后你的限圈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毁见到它 好了,就完成牙膏了,我們就上眼線了 眼線很容易畫,沿著你的眼影,然後拉長一條眼線 去到眼尾就眉眉一勾 那你就會完成一個很傾成的上眼線了 說就簡單,其實我這一部分是用了幾分鐘來做的 記住啊,無三不成幾 然後呢,下眼線就是這樣跟上眼線合起來 然後下眼線呢,就用這個黑色的眼影來上一上 然後填上一些洞的位置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你的眼睛大了很多 然後下眼線呢,就是上這個紅色眼影了 紅色眼影呢,我會用這隻 是比較...鮮紅色的 那就會有點慢性的感覺 這隻 那呢,我會上在哪裡呢? 就是上在這個...眼套...眼袋? 咦?我慘了嗎? 總之是在...眼的下面 我不知道那裡叫什麼 那呢... 對啦,就上在眼的下面 這裡不停地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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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為了有漸面的感覺 你是可以在眼角... 即是接近眼角那裡呢 就可以用... 紅色啦,然後加小小... 小小... 然後呢... 是真的好一點點的 不然呢,就會... 髒了 然後呢,就到眉毛了 眉毛呢,就是... 我會用... 啡色的眼影 因為我不見了一支眉筆 然後呢... 就... 輕輕在你... 你的... 本身的眉形呢 就上了一層 那就... 個人精神一點啦 很特別的 那接著呢... 這裡... 就... 用筆頭去... 回開它啦 那你發現呢 你會... 呃... 畫出界啦 或者畫多了的 那你就可以用遮瑕膏遮住它啦 那我這些技術這麼不好的 當然要啦 如果你技術好的 你一踢過 那當然是最好啦 其實就好像畫畫一樣的 你有一些什麼... 畫多了 那你就拆掉它啦 這樣 只不過是用... 呃... 玉色的東西來... 遮蓋它 對啦 這樣 這樣 眼頭那裡畫多了 那你就遮蓋它 好啦,然後就完成了... 這邊眼了 那最重要就是你啦 是達效啊 拿出來的紙巾 然後... 然後... 撕 撕到你正確為止 然後再用這個... 白膠漿加水的這個混合物 貼它上去的 那就是我剛才拿著那個... 呃... 很小的那個碟仔啦 那你看到的 那... 貼在你的... 我的左邊面啦 因為我平衡呢... 就是本身... 我平衡呢... 你看到很多是左邊的 嗯... 我就想... 呃... 不要... 一...就是一下就嚇到人了 所以我決定定是左邊的 可以啦 不停地修改啦 呃... 嘶嘶一下啦 痴痴一下啦 那你就會... 得到你想要的... 那個形狀 然後你如果覺得不夠厚呢 你可以再... 呃... 上多一陣啦 就是... 等它還沒乾的時候 你就上啦 因為如果... 呃... 你如果等它乾了呢 你再上呢 它可能會... 濕... 就是因為那些紙巾會濕了而爛 所以就... 呃... 最好就等它... 就是... 剛剛好 你剛剛好 有些... 黏力 然後就黏它上去 然後再... 塗多一陣... 那些... 白膠醬加水的混合物 那呢 你就可以形成一個... 很...厚的... 一塊... 一塊架皮啦 那呢 你就完成了這一部分啦 那呢 是... 等它的時候啦 等... 寂寞刀野生 欸 突然間就去到了啦 那呢 我們就等這裡的時候呢 就... 做一下這隻眼的... 那個眼妝啦 那其實呢 就是暖來的啦 把你剛剛... 在你另一隻眼上過的所有東西 暖地塗 然後再弄開它 那就是那個眼妝來的啦 嘩嘩特別技巧 最主要就是... 你要記得你上了什麼啦 然後呢 那一條眉呢 就亂畫得了啦 然後呢 就完成了這邊的眼妝啦 看我多憎怨的樣子 好啦 我終於都乾了啦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遮瑕膏啊 粉底液啦 然後呢 還是就要做一樣的動作 當然你的用的 是粉底液的很好啦 因為我呢 就買不到 所以呢我就... 唉 只能用這個遮瑕膏 那我耶 也花了很好... 融慌之力啦 那我才可以塗到啦 那我呢 因為這遮瑕膏的話呢 就比較淺的 那我需要再加點啡色才會嫌 終於完成了 然後呢 就要剪開它 由嘴角那邊開始剪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真的很危險 如果你真的剪開了 那你真的變熱口裡 剪了很久 然後又要 因為有時候會不緊 所以就用那些白膠漿 來黏好它 因為有時候你剪開它 它會有一點點移動 那如果你想黏住它的話 你就在那裡 加一點點黏住 這個時候呢 就要反開 那些假皮 因為呢 你只想 這個皮是合起來的話 就不會像 那不停修改 那如果你技術好的 那當然是不需要這樣做 那這裡呢 就是反開假皮那裡 反了很久 因為如果你不反開它呢 其實呢 你那個效果呢 會做得沒那麼出 還有你那個 呃 看不到你的傷口 所以呢 你一定要反開它 然後再在裡面呢 再上多一層 遮瑕膏啊 總之是一些肉色的東西 遮瑕膏啦 可以 令它裡面 也是變回肉色的 好像甜顏色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好像甜顏色一樣 沒什麼特別的 好啦 那呢 那呢 就要在 真皮那裡呢 上一些黑色 那呢 就令到 你 好像 很深的傷口 那呢 那些黑色的到處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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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然後不停修好它 那之後就完成了 那就完成了黑色的部分了 如果你覺得它是捏不夠開的,還是繼續捏開那個架皮吧 那呢 這裡 都是不停要上一些黑色啊,紅色啊,這樣 不過,你只要上紅色,其實是不夠的 不,就是拿上黑色和紅色,眼影在你裡面,真皮那裡,其實是不夠的 那為了加這個,呃,真神道,那我就會,呃,會用這個血漿 那但是呢,我的架皮真的脫得很厲害 所以呢,我就不停要修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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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終於都來了 是血漿啊,我第一次用血漿的心情 好興奮 最主要呢,都是想在黑色,我們剛才想在... 呃,真皮那裡 然後,其他地方呢,就不停地這樣... 到處查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特別,呃,一定要查的地方 總之你覺得哪裏差點東西,你就去查了 總之你覺得哪裏差點東西,你就去查了 總之你都可以查在架皮上面啦,因為... 其實,呃...你流血的時候,你都會地心吸力水下去的嘛 那到處上一下吧,那就不要...好像...呃...令到它呢...好像是... 有血...這樣啦 就是...它...呃...周圍皮膚呢,都會有,都會沾滿少許血這樣 那就會比較...迫近一點 那就不要好像只有...一度會流血這樣 我究竟在這裡找什麼呢?為什麼要找這麼久呢? 哇...不是有障礙嗎? 好,然後呢,在真皮上面,都會上上一點紅色啦 就是紅色的眼影 那呢,就會令到它呢,不要只得黑色和血漿 那那個...顏色的平衡呢會更好 如果你覺得那個傷口看起來不夠深 你也可以繼續加一些黑色 黑色的作用其實也是為了加深 即是視覺效果 令到你的傷口好像很深 但其實是我的屁 如果你覺得這樣擠出來也是不夠用的 你就可以擠在你的手上然後慢慢再上 但其實血漿這家東西是很難洗的 你一擠在你的手上 你就像你的手裡M一樣 竟然我很強行地劃開我的架皮 難怪我的架皮那麼容易掉 這些東西很隨意 你只會覺得那裡應該上的你就上 所以一定要加別人 你覺得那裡應該要流血的那種血 I mean不是真的流血 只不過是 效果是真的要 好像流血那樣 那就行了 如果你還是覺得很不滿 你就可以不停地上 不停地上 對 可以在上面塗一些紅色也還可以 就是塗一些血漿也還可以 那你就會好像 啊 裡面真的在流血那樣 那樣的感覺 然後 終於完成了特效的方便 那 那 之後呢 就是上這個唇妝了 那你就會用這個 Lip Gloss 這個 唇 粉紅色的唇膏 先上了起 我的右邊面 然後再上這個紅色的眼影 在自己的嘴唇裡 因為你這樣粉紅色 你會是 非常之 太少女 顏色會太少女 那我就想去成熟少少 小紅帝對 變了不停上上上上上上 上到你滿意為止 然後呢 就用這個 Lip Gloss 去上上上 表層 那我一開始呢 以為它折出來 然後再用自己的手指去塗 是比較好的 誰不知 是 一點都不出色 然後呢 就用這支 桃紅色的唇膏 是你做這支 在你的臉盒 那在你的臉盒 那裡呢 就畫幾下 然後用這個 化妝棉去blend 開它 那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是覺得 唉不夠紅了 那你就再畫幾筆 好了 那這個 Halloween的化妝呢 就完成了一半了 那如果你有修飾的地方 就可以繼續修飾啦 那如果想畫血淚那些啊 那就可以 在你的眼角的位置畫一畫啦 那 製造一個逼真點的效果 那就完成了你的Halloween makeup了 那呢 頭髮方面呢 然後 拆掉你的所有東西 然後 拆一拆 那就可以了嗎 這些東西不需要那麼詳細的 那呢 那你就 那就是 Karroweens的妝就已經完成了 那你可以怎樣找也行 你可以中間分界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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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給別人什麼感覺 如果你是想這個美麗的 Yay 和這個醜醜的 雖然是不是都醜了 不化妝更醜 那你就可以有這個 這個機會 如果你喜歡這段影片 就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如果有什麼想跟我 或者我們說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這個就是我最後的成果 thanksforwatching 那如果你喜歡的就下次再見 那我可能都會再 拍下這些 這些留言的影片的 好,Adios 這就是我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